在新台湖路二段126巷口 因为转弯处停车行车视线受到影响实在很危险 尤其是晚上视线更差 就民众陈勤是不是能够将转弯处原本化的禁停红线复原 所以在29号的上午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可以看到因为巷口转弯处停的车 要转出大马路真的很困难 除了路变窄之外 因为新台湖路车子好多 在视线受到阻碍的情况下真的很危险 是啊 很危险 对啊 转弯处要离开都要靠很多人 比较危险 加工更厚 真的危险 不知道 本来也有的 本来也有的 我们是恢复原状 原本是打通平均道路的基金所施作的 当时施作之后 原本转弯之处有发红线 禁止停车的这种标示 那复原之后就没有再画上这个禁止停车的这个标示 那今天今天我们的乡亲的法院 我到现场来会看 就尽快把这个红线把它补起来 这里是新台尔路二段126巷 本来转弯处路面都有划设禁停红线 只是道路重铺之后没有补上 现在巷口转弯处停车造成民众行车危险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议员廖正良在29号上午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恢复禁停红线 原本这条126巷这个巷子不是很宽 大概也就四米而已 那车子在停在这巷口的时候 要右转的车子确实是没办法转弯的 因为这几天刚好是下雨 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公司还有这种 这种旧就是一有青天就尽快来把它发制完成 只见巷口停了车巷子出来的车子 就得绕好大一个弯 再加上行车视线不好实在危险 所以会刊后也要求补化禁停红线保障安全 旧程慧玲 细致采访报导